美国又双弱拙给民众发钱了 2020年12月20日 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笔9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 利用这笔钱给每个美国人发放了600美元救助金 2021年1月14日 拜登宣布自己将进行一轮1.9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 再给每个美国民众发放1400美元 这一下子美国就发出了2.8万亿美元的钱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全体国民辛辛苦苦努力了40多年 积累下的外汇总共只有3.2万亿美元 全副家当拿出来 也只够美国政府这么祸祸一下子的 为啥美国人敢给国民发这么多钱 为什么其他西方国家不敢给国民发这么多钱 这看起来是两个问题 其实是一个问题 每一个遭遇新冠疫情的国家 经济都会遭到重创 因为居家令导致经济活动中断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能接受的 经济越活跃的国家 被强行中断一到两个月的后果 越恐怖 所有受新冠影响的所有国家 都需要刺激经济 以挽回不良后果 中国受新冠的影响最轻 恢复的最快 但也需要刺激经济 美国和大部分西方国家选择的方式 都是直接给民众发钱 以美国为例解释下为什么 美国很有钱 美国人也很有钱 但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很没有钱 根据美国自己公布的官方数据 美国有一半的人账户上 连400美元的应急资金都拿不出来 并不是因为这一半的美国人穷得要吃土 而是因为美国习惯了提前消费的生活 这些美国人平时只靠信用卡买东西 从来不靠工资 也不会去花工资 工资这东西只是到他们卡上转一圈 表示曾经属于他们而已 银行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帮他们直接划走 这批美国人从来不会头疼工资怎么花 因为不存在这个问题 在美国很多正式工的保险可以按月缴纳 但工资不是每月结算的 而是每两周结算一次 甚至是每周结算一次 这么干对公司的财务而言非常麻烦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公司不这么做 手底下的员工信用卡马上就要违约了 这是公司的一种福利 算是麻烦下自己去照顾下面的员工 你想一下 这一大群连工资案越发都等不及 非要两周一发 甚至每周一发的人 如果因为居家令 导致收入断绝一个月 甚至更久 那会发生什么事 数量达千万级的美国人 会出现银行信用违约记录 整个美国的社会运转体系 都是建立在个人信用上的 一旦有如此之多的个人违约出现 那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难以处理的事情 而如此之多的人一旦都上了信用黑名单 断绝了继续从银行贷款消费的可能性 对银行来说也是一个灾难 平时正常运转的资金链条 一旦出现如此之大的缺口和卡顿 那后果不亚于2008年的金融海啸 所以这种事不能出现 这批人的基本生活必须维持 而美国政府发给他们的钱 也不用担心他们不花 因为他们和爱储蓄的中国人不一样 他们的信用卡快到期了 而未来几个月他们的收入也肯定会受到影响 另外直接给民众发钱 可以大幅度赢得选民的好感 直接发钱的经济效率是很差的 发消费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是直接发钱的两倍以上 如果把钱集中起来搞基础建设 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大 但哪怕当权者知道 直接给民众发钱 不符合经济效率最大化的原则 也倾向于给民众发钱 因为你死撑着不给选民发钱 你的选举对手说自己上台就发钱 毫无疑问你会被选下去 所以你会看到所有的西方国家 或者说所有采取选举制的国家都选择了发钱 但欧洲日本等国家 发了一点点钱就发不下去了 只有美国在疯狂的发钱 给民众直接发钱确实能拉动经济 别管效率高不高 它确实能拉动经济 那只要我们一直给民众发钱 经济不就会一直飞速发展吗 还辛辛苦苦搞啥招商影子呀 天天发钱不就完事了 治国多简单 欧盟日本等国家 之所以发几千块就发不下去了 是因为钱是有限的 首先政府是没有钱的 政府不创造任何财富 是一个纯粹的管理者和消耗者 不仅在宏观上政府没钱 在微观上政府也没钱 如果一个政府每年账面上 都有大量的盈余和存款 这并不是工 而是过 政府存款过多只能说明一个事实 那就是你的税收的太重了 理应立刻减税或者增大开支 一个并不创造财富 只会收税的主体 账上留那么多钱干嘛 相反 政府欠债是被鼓励的 因为这代表政府干活多收税少 民众很满意 所以各国政府每年的账上 都是没什么钱的 欠下的国债倒是一大堆 现在遇上了新冠疫情这种突发状况 政府需要临时增加一大笔支出 来给国民发钱 但账上没钱怎么办呢 没钱那就去借钱呗 发国债承诺过以后还 如果可以无穷尽的发国债 那这事也简单了 每天增发几千亿国债 给国民发钱玩 GDP迅速超过美国 但事实上 政府是没能力不断发国债的 并不是你发多少国债 市场都会购买 一国之政府的发债能力是有极限的 津巴布韦发10万亿美元的国债 你觉得谁会购买 中国会买吗 你会买吗 当国债发不动的时候 其中还有一条路 那就是印钞票 只要不断的印钞票 政府手里就一直有钱 你拿去打仗也好 发给国民也行 反正钱是不会缺的 国民政府和津巴布韦都这么干过 随后钞票变成了废纸 所以说 这世界上没有点金数 任何财富 都是要有来源的 因此 欧洲日本等国家 发了一点点钱之后就不敢发了 因为真的没钱了 发不起 泰国不敢发钱了 墨西哥也不敢发钱了 大家都不敢发钱了 但美国却以万亿美元为单位 一波接一波 发个没完没了 美国哪来这么多钱呢 美国政府的账上确实也没钱 债倒是欠了一屁股 但美国政府也是真有钱 那是真的真的有钱 美元是世界货币 通过美元霸权 美国可以轻易的 让全世界为美国政府买单 美国曾经的财长康纳利曾经说过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 却是你们的麻烦 什么叫美元霸权 你带着美元来中国 任何一家银行 都可以轻易的换到人民币 那你觉得 你带着人民币去美国 可以在银行里换成美元吗 别做梦了 你看哪家美国银行 会收你的人民币 你拿黄金过来换美元 还差不多 中国央行承认美元为货币 但美国央行 却不承认人民币为货币 这公平吗 这不公平 但世界的规则就是这样 你不按这个规则来 就没办法在全世界做生意 这就是美元霸权 那美元凭什么获得这个霸权 为什么人民币不行呢 第一个获得世界货币地位的是英镑 而且占据了足足300年之久 依靠世界货币霸权 英国一旦财政不稳 就偷偷硬点英镑 日后经济好了 再想办法补窟窿 财政简直不要太安全 这种好处 让世界其他国家都分外眼红 但没办法撼动英镑的地位 直到世界大战的爆发 1914年 美国的GDP是364亿美元 1918年 美国的GDP达到了758亿美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 让美国的经济体量直接翻倍 1940年 美国的GDP是1029亿美元 1945年 美国的GDP是2281亿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 让美国的经济体量再次翻倍 达到了当时全世界总GDP的56% 其他所有人类国家绑在一起 都没美国有钱 两次世界大战打下来 美国的经济成了超级巨无霸 但英国却被打成了废墟 而且在战争中 不断放血的英国财政 不断地透支英镑给军队输血 导致经济窟越来越大 1945年之后 英镑再也无法维持世界货币的地位了 英国拿不出足够多的黄金 来兑换自己发行的英镑 因为全世界的三分之二的黄金 已经集中在了美国的手里 而美国的航母数量之多 已经达到了美国航母 约等于人类航母的地步 所以美元顺理成章地 顶替了英镑的地位 成为了新一任的世界货币 这就是美元霸权的由来 虽然在平时 各国政府账面上都没有钱 但美国有美元霸权 这等于说 美国政府拥有一张 引擎巨额信用卡 应急的时候就可以刷这张卡 以后有钱就还 没钱大不了被这张信用卡拉黑 这种作弊行为 差不多相当于玩游戏的时候 有两条命甚至更多 所以在经济领域 美国敢和你玩命 你不敢和他玩命 因为他能复活 你不能 美国真正的立国核心 不是自由 民主和人权 而是美元 美军和美媒 这并不是啥秘密 中国人羡慕 也没有用 1945年的时候 美国依靠全人类56%的经济体量 和约等于全人类所有航母的强大军力 才拿到了这副复活甲 这是美国老祖宗给子孙后代留下的遗产 而且早在130多年前 美国就已经是世界GDP第一的人类强国了 但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 穷得一塌糊涂 连饭都吃不上 美国几代人的努力 凭什么被中国40年的寒窗苦追上 但我们知道 富家玩裤子弟是早晚被努力的穷小子追上的 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政府拼命撒钱刺激经济 但发出去的钱 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中国 最近中国出口的船已经不够用了 集装箱费用暴涨 中国的出口工厂订单爆满 很多厂子已经招不到人了 被迫高薪强人 特朗普和中国打了几年贸易战 没想到在2020年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反而超过了2018年之前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 美国异常强大 美元极其稳定和强悍 基本不考虑放水问题 当时的美国 为了70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国会炒了几天几夜 最后看到经济真的马上要崩溃了 才勉强通过 但现在的美国 万亿级别的透支行为 眼都不眨一下的 一波接一波的放水 而且财政依然稳如泰山 美国是真有钱 美国的老祖宗留下的家产 是真的后事 但现在的美国总统 真的是载卖一田心不疼 这么糟蹋 祖夜早晚被折腾完 中国确实是穷小子 40年的寒窗苦也可能不够 但此消彼长之下 早晚会翻身逆袭的 因为双方的赚钱能力 差距实在太大 未来终究会属于 有能力的现象